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嘉美 自从这个节目开播以来 嘉美开始陆陆续续的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来信 还有网络上的留言 嘉美在这里说 如果听众朋友您对于信仰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有什么样的需要 非常欢迎您跟嘉美一起交流交流 邀请到新的讲员 这位新的讲员是蔡牧师 蔡牧师她参与教会的工作 那也参与社区的工作 有婚姻家庭的领域 以及社会的急难救助 还有学校义务的辅导等等 服务的范围很广泛 蔡牧师在这个礼拜要跟我们分享的是 回家系列 一共有六天的时间 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 今天回家系列一 蔡牧师要跟我们分享 离家 当人渐渐长大之后 就有机会离家到外边去 不管是读书也好 工作也好 探亲也好等等 都有一些原因 让我们离家 有一些人年纪比较小的时候 就需要离家到外地去 所谓少小离家老大回 有的人是年长的时候 才回到了自己的家 而另外有一些人的状况 则是常常离家 常常回家 听众朋友 您现在是离家在外吗 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您离开家呢 可能想起来 就使我们五味杂陈吧 家是社会的最小单位 家可以建造人 也可以使人破碎 有建设力 也有破坏力 当我们想到自己的家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呢 先来欣赏一首诗歌 歌名叫做 《诗迷的羊》 盼望所有迷路的羊 都可以顺利地 回到自己的羊圈当中 希望听众朋友 你能够享受在今天的歌曲 以及分享当中 《诗迷的羊》 《诗迷的羊》 莫非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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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只羊里 终缺一只 莫非就是你 失落的人 你竟在哪里 Caragram 圣灵 圣灵 山灵 天 �ez 正在寻找你 十块印 千 哪种 缺一块 莫非就是你 殊镇 莫非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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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块银钱 每种卷一块 莫非就是你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蔡牧师 很高兴在这里和您来分享 我先自我介绍 我是在教会工作 有机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 在教会的附近周边的这些社区朋友 他们也常常来到教会 来参加各样的活动 也有机会帮助他们 面对一些婚姻跟家庭的需要 有时候我也到远处去参与一些 几难救助的工作 当然也有机会在学校里面 担任一些义务的辅导 今天很高兴 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前两天我才刚刚 从国外回来 身体感觉到比较疲累 但是心里面却很轻松 因为能够看到家人 跟孩子们拥抱 真的感觉很棒 我想我们都很喜欢回家的感觉 但是先要有出门才会回来 先会离家才有回家 对有些人而言 他们很想要离家 但是却不想要回家 家对他们而言 是能离得越远越好的地方 而我们想到家 我们会想到很多的事 圣经当中就曾经提到 这么一个故事 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 故事当中的主角 就是一个离开家的年轻人 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故事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 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 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任意放荡 浪费资财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 就穷苦起来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 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莢丛鸡 也没有人给他 他醒悟过来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的天 又得罪的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于是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乡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景象 连连与他亲嘴 儿子说 父亲 我得罪的天 又得罪的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 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 在这个故事的开场 是这个小儿子 向父亲要求要分家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 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这个要求 在任何文化背景当中 都是不被允许的 可以说是一件 大逆不道的事 意思呢 就是咒诅父亲早一点死 这也是对父权的一种挑战 在两千年前的世界 这真的是很震撼性的一件事 挑战父权的权柄的极限 相信这个孩子 对父亲的挑战 不是一下子就达到这样的阶段 可能当中是有一个过程 或者他也在试试父亲的底线 看他坚持程度到什么地方 慢慢呢 就能够达到他的目的 相信这个小儿子 在小孩的时候 对父亲呢 一定有他的一种仰慕或者依恋 那个时候呢 是父亲很权威的时候 这让我想到我的儿子 现在快14岁了 我记得在他五六岁的时候 他是很仰慕我的 那个时候的感觉很甜蜜 你想一个六岁的孩子 还要父亲能够拥抱他 晚上呢 一定要听完爸爸讲的故事 才入睡 他看父亲是一个万能的父亲 父亲什么都懂 这个是我做爸爸最骄傲的时候 可是当孩子渐渐长大了 他开始就建立起他自己的想法 他也立下了他的界限 很多的时候 我不能够超越他的界限 我也不能够进入到他的那个范围 曾经有一篇网络上的短文 他很传神的描述了孩子对父亲的感受 四岁的时候 我爸爸无所不知 七岁的时候 我爸爸无所不能 十岁 他想 爸爸可能不知道某一些事 到了十四岁 爸爸 好老土 二十一岁 他认为此人已经过时 爸爸对他来讲 没有什么样可以期待的 到二十五岁 他认为爸爸只知道了一点点 到三十岁 他开始觉得 可能他远离了爸爸的想法 三十五岁 他就会想到要问问爸爸 当他做决定的时候 爸爸是怎么想的 到了六十岁 他会想 如果爸爸还在 我会很想要送他一些东西 可是我们已经失去他了 我想这个故事当中的小儿子 小时候对父亲也会有一些 这种仰慕 但是当他年纪渐长 他就开始建立他自己的想法 他的价值 他渐渐地 他想要脱离父亲的权威 他认为 父亲对他来讲是一个约束 所以他就要去挑战那样的主权 在这当中 两代之间的冲突就发生了 我想我们现代人也在面对同样的问题 基本上争取权益是没有什么 现代的社会也是一个很讲究权力的一个时代 很多人 他们要争取人权 争取消费者权益 争取很多很多 他所应该有的 可是当人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 而他忽视了别人的感受 甚至因此就破坏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我想这样的结果就是不好的结果了 在这个故事当中 这个小儿子 当他拿到家产以后 过了没多久 他就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收拾打包 当然包括他才刚刚拿到的那些产业 他就往远方去了 我想他是想走得越远越好 他到了远方 在那里完全脱离了跟家的关系 也没有任何的约束 他在那里就任意的放荡 浪费资财 他开始过一个完全 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 我们当然可以想象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状况 他可能交了很多不好的朋友 他可能很快的 就把他所拿到的大笔的家产 都化光了 而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 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提到 他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刚好又遇到那地方 遭到大的饥荒 他的生活就穷苦起来 于是他就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 这个人呢 打发他到铁里面去放猪 你可以想象吗 一个富家少爷 竟然沦落到要去放猪 而对当时候的犹太人来讲 猪是很不洁净的 他们平常根本不可能去洁净猪 但是为了生活 他必须每天跟猪在一起 他甚至看着猪所吃的那些豆莢 他还恨不得能够跟猪抢那些东西吃 可是呢 也没有人给他 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结果 当他不愿意被约束 当他想过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 其实他同时就失去了 那个家对他的保护 他失去了家当中一切的供应 他失去了父亲的关爱 他失去了所有 他成为一个漂流在外的浪子 他连生活的能力都没有了 这个比起过去他在家当中的生活 真的是差得太多了 我相信他完全都没有想到 他一直争取 反而争取到这样的结果 后来怎么样呢 我们下一段再来分享 没有水的鱼儿渐渐死亡 没有线的风筝空中飘荡 没有他的生命总是彷徨 他是现代人的希望 他是你我人生的方向 欢迎您继续收听 现代人的希望 各位亲爱的听众您好 我是蔡牧师 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回家的故事 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故事当中的儿子 他要求父亲分家产 然后他带着家产跑得远远的地方 在那里把他所有的都花进了 最后他沦落到没有东西吃 沦落到必须要靠着放租来生活 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今天人类社会进步 我们也都在面临许多的挑战 很多人他们不愿意被传统 被权威所约束 以至于有人称这个时代是一个 没有威权的时代 或者是没有父亲的时代 因为今天很多人他们要挑战权柄 甚至媒体好像也都有这样的倾向 只要是有新闻性的新闻都要报道 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很多年轻人他们对家庭 对文化 对社会 对政治人物 都无法找到那种信赖感 在家庭当中 做爸爸的没有好榜样 在学校里面 甚至有时候 老师 校长 也有一些问题 年轻人没有办法 找到他们应该有的一个正确的形象 我们看到整个成人世界 是给了一个错误的一种标准 以至于 年轻人他们没有办法学习 他们也都在找他们的人生目标 但是呢 他们又找不到他们的一个标准 就开始过一个自我放纵 自我摧残的一种生活 当然 这是人自我中心越来越强化的一个结果 其实从圣经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 从一开始 上帝创造了人 第一个人亚当 他开始不甘心于他自己的位置 再加上当时候 被魔鬼诱惑 上帝告诉他说 不能够吃的那个果子 他偏要吃 他想要有自己的想法 他想要肯定他自己 就用他这样的身份 来和上帝对抗 而当人犯罪离开上帝以后 这种对抗的思想就越来越强烈 甚至人后来 想要自己建造巴别塔 就是为了要证明 自己的能力可以通天 可以建立 人类自己的王国 这样的现象 一直到今天的社会 我们看到科学进步 看到经济发展 看到很多方面 都变得很繁荣 但是人却想把上帝拒绝到地球以外 曾经有人问 上帝为什么会容许 在美国的911的恐怖行动发生 美国的大步道家 格里汉 他的女儿安妮 他做了一个很有智慧的回应 他说 我深信上帝跟我们一样 为这件事情感到痛心 但是美国人在这些年当中 把上帝从学校赶走 把他从政府当中赶走 把他从我们的生活当中赶走 作为一个很有风度的绅士 我相信上帝只有默默地 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淡出 他说 当初是我们自己叫神离开的 为什么现在又要问他 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有权质问上帝 为何不保护美国人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美国这几年的道德发展 好吗 某一时刻 有人说 时代变了 老师校长不应该体罚学生 学生承受的压力太大了 因为怕让家长不高兴 引起媒体的报道 所以学校就开始不再处罚学生 我们说 没有问题 又有人说 孩子也有他们的人权 他们有权接受堕胎手术 可以不用通知父母 我们说 没有问题 他说 与其闪闪躲躲 不如主动教孩子怎么样用保险套 反正孩子都是好奇嘛 婚前性行为 没有什么大不了嘛 我们也说 没问题 有人说 工作和私人生活是分开的 只要那些政治人物 能够把经济搞好 我们干嘛要管人家的私人生活 人人都有隐私权嘛 我们也说 没问题 又有人说 现代人应该要有开放的思想 所以这些电视啊 电影里面色情暴力 只不过在反映社会的实况 关于毒品啊 谋杀 魔鬼的这些歌词 也不过只是在发泄情绪 疏解压力 为什么要大惊小怪呢 想做就去做嘛 我们也说 没问题 成年人为社会定下了 以上种种的社会制度 而现在我们又要追问 为什么 今天年轻人会没有良知 为什么青少年 会持枪杀人 为什么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 就已经做了别人的父母 为什么九一一的惨剧要发生呢 上帝无奈地回答 孩子啊 是你们不许我踏入你们的生命范围 如果我们细心的思索 我想我们会发现 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我们亲手摧毁了我们所建造的事情 我不晓得 你个人是不是有时候也有这样的想法 让上帝在天上做上帝就好了 不要让他在我们的心灵里 在我的家庭事业 在我的利益冲突 在我的男女关系当中做上帝 因为我有自己的想法 我有我所执着的事情 于是人跟上帝的关系 越来越疏远 那就好像故事当中的浪子 他漂泊在他物质的生活当中 他想要确定自己 他想要靠一些酒肉朋友 来拥戴他 但是当有一天他什么都没有 他的朋友也都离弃他的时候 他就沦落到在猪群当中来生活 而这个时刻 他才开始摸索他的人生 他在这个困境当中 他反省 在猪群里面 他才探索他自己的位置 寻找他生命的根本 在这个故事里面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父亲没有说什么 就把产业分给他 我不晓得您对这样的事情 有什么想法 父亲并没有用主权来压制他 让他好像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决定 让他自己去摸索探索 其实就是要让他看见 他所做的是对或者错 这是一种爱 也是一种冒险 其实上帝也是这样忍耐我们 但是他差遣 他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 为我们来到这世上 其实就是要来挽回我们的心 也许我们不一定能够体会天父的心 也许我们也是抗拒他的爱 但是如果有机会 你愿意回到天父的家中吗 今天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离家的故事 我们好不好也来思想我们自己 现在是在什么地方 如果有机会 你愿意回应天父的爱吗 因为他一直在向我们呼唤 儿子啊 回来吧 如果你愿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过去我们不认识你 但是你仍然爱我们 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恒的福分 我们却拒绝接受 如今 当我们有机会回到你的家中 求你帮助我们 愿意回应你的护照 我们愿意回到天父的家里 享受家中 一切的丰富 一切的恩典 愿意帮助我们 让我们都能够早一天 回到天父的家里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的故事先分享到这里 还会继续和你分享回家的故事 有一种声音 让人流连忘返 有一种声音 让人迷途知返 有一种声音 让人不再左顾右盼 现代人的希望 让你在这里遇见天堂 欢迎继续收听 现代人的希望 每当家美看到一些不认识耶稣的人 他们决定要接受耶稣 做生命的救主的时候 家美心里是非常的开心的 每当看到一些朋友 她原本的生命是非常的惨淡无色 而认识主之后 她的生命有了极大的转变 生命变得丰盛 而更有色彩 有更多的爱 可以跟周围的人一块分享的时候 那也是令我们感到欣慰的 亲爱的朋友 现代人的希望 这个节目是上帝特别为你预备的 为了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 让你有机会 能够认识耶稣 让耶稣可以做你生命的救主 你的一生 有保障 有倚靠 有盼望 当你发现 我们有限的生命 连结于无限的神的时候 你会发现生命许多的潜力 都能够因为倚靠神 而发挥出来了 亲爱的朋友 听了今天蔡牧师的分享 您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感受呢 非常欢迎您来信跟家美分享 也许您离家的原因 有很多很多种 也许您现在的生命 遇到了困难 瓶颈 不知道如何往前走下去 也不知道该不该回家 亲爱的朋友 家美在这里告诉你 耶稣爱你 他接纳你原本的样子 不管你现在如何 不管你怎么看自己 不管别人怎么看你 但是神看你 就是那么的可爱 那么的希望宝贝你 只要你愿意信靠神 你不看得过去 就都成为过去了 神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 神要帮助你 管理你的一生 使你的生命 变得更丰盛 如果你愿意 非常欢迎你 来信告诉家美 是非不分的事 让人绝望 轻松自在的记忆 早就遗忘 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 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 面对挫折沮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